照片是有在釣魚 又有兩條魚 我們如果跟他講說 這個照片不會動 可能是一跳下來 就跳下去不知道 他們一定會拿出錄影帶出來 日本人他做事是嚴謹的 坦白講 日本拿出照片 證明我國漁船 東半球28號3月初 在爭議海域中 進行捕魚 違規在先 但立委認為 台日友好之下 日本不先通報我國政府 就對台灣漁船喷水緊追 是過度執法 我們的認定是 有一些過度執法 所以我們在3月5號 就向日方提出抗議 要用什麼方式抗議 就是口頭抗議 口頭抗議就沒有了 沒有作為了 這個才有效 就算了 不是這樣 這樣子有效 如果你是在外面 記者會這個都無效 他可以擋住他不知道 向日方的抗議沒有停止 不過對方不領情 還反過來向台灣抗議 台日漁業委員會中 更是兩邊各說各話 就是因為我們態度 立場相當的堅持 所以沒有辦法 很快的彈出一個結果 爭議海域執法 談不攏不是新聞 立委認為我國船艦 沒有在 暫定執法線中作證 才會讓我國漁船 一路被日本追回家 否則如果當天 在那個行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的船齊機 也就是那個周遭海域的話 我說實話 我相信日本 大概不會追吧 這個案子發生之後 我們在 暫定執法線的 三四五六點 現在會有派一條大箭 或是一條 這個一百噸頂 在那邊做巡弋 一邊主張台日友好 爭議水域 卻衝突不斷 假在日本 以及台灣漁民之中 怎麼解決漁權問題 蔡政府 絲毫沒有喘息空間 華運新聞 林志鵬 黃運成 台北報導